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发面的韭菜馅饼 在外焦里软蓬松轩 碗里放300克中筋面粉 240克温水 里面放上3克酵母 5克糖 酵母和糖融化 面粉中放1克盐 3克泡打粉 0.5克小苏打 拌匀以后 把酵母水均匀的倒在面粉中 锅成面絮状 锅成一个比较稀的面团 这个面团不用下手揉 锅成这样加入20克猪油 把猪油和面团搅拌均匀 这面已经发好了 搬进清洗干净晾干水分的韭菜 韭菜切成末 切好的韭菜放一点香油拌一下 以防止韭菜拌的时候出水 泡好的粉丝切成末 粉丝也放到韭菜里面 韭菜和粉丝拌匀 加入5克盐 1克13香 1克胡椒粉 1克鸡精 拌均匀 最后加一点5香料油 韭菜粉丝馅就调好了 煎饼蒸放上油 刷均匀 面糊上面放一点油 这样拿起面团的时候 它不容易粘手 揪一团面团 按平 放上我们调好的粉丝韭菜线 像包包子一样 把馅包拢 包到最后 用一大片给它盖住 不要让饼露馅 就包成这样 放到预热好的煎饼层里面 饼放到煎饼层里面 用小火慢慢的烙 火不要太大 这是发面饼 盖上盖子 它会把这面粉压死的 一面煎黄以后 面上刷一层油 翻一个面 煎成这样 全程不要盖盖子 用小火慢慢的烙 8月5-6分钟 饼就烙好了 这饼两面都煎至金黄的 把边上烙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鲜饼煎好了 盛出来 好吃又家常的发面鲜饼就做好了 这切开一个看一下 香气扑鼻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面食 想吃就试试吧 我是云燕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下期见